在這一週它是有兩波的東北疾風影響 一波是在影響到今天12月2號 那明天週三的 三號的時候是減弱 不過呢 在這個五號的時候 週二、週三、週四 下禮拜又會有一波東北疾風影響 那第二波的東北疾風 除了東北疾風的迎風面會下雨之外 在禮拜一、四號的時候 是有華南玉區的水氣移過來 所以可以看到溫度曲線 在北台灣一整週的溫度 至少在週三之前 整天都是屬於比較有兩億的 高溫也只有在20度到22度 那低溫方面 在今天的這一波 在清晨的時候 是有接近15度左右的低溫 那在第二波 在週三的清晨跟週四的清晨 溫度也會來到接近16度 水氣最多的時間呢 就是從四號週一的清晨 如果快一點的話 是週日的深夜 受到華南雨區 整個水氣層 都移到台灣的上空 所以台灣地區在中部以北 還有東半部地區 都是會有轉為降雨 水氣是多的 甚至連南部地區也會有一些零星雨 水氣老 kaldそれ 才零星雨